皇上 奴才有一个小小的想法 不知当讲不当讲 讲 奴才我想 想为少林死的十八罗汉 也讨个赏 因为若不是这十八罗汉 护佑的话 恐怕您今天看到的一切 就不会是这个样子 容阵想一想 怎么赏死他们 小皇帝受死 护佑 护佑 我保证 我保证 我要 都推下 否则我上 听这位大师的话 别过来了 咱们好好不吃眼前亏 这刀刃挺立的 你们要是再往前一步 那么好啊 师叔就得撕你们前头 快快 执人们 执人们 往后点 往后点 要不然我就没命了啊 要不师叔我就归天了啊 跟我走 快快快 靠边 靠边 行了 保护好皇上 保护好皇上最重要 甭管我 赶紧走 跟上他 别让他伤老小包 撤 快 追 我的妈呀 别让他 少林寺中有一门护体神宫 刀枪不入 我始终不信 想不到你这小和尚得了真传 这位师太 我其实不会什么 刀枪不入的木工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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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不过是 有一件刀枪不入的马甲 我要是没了那件马甲 估计刚才您推我这么一下吧 我就直接满腿喷血了 你说话倒也老实 师太 要说您的武功简直太高强了 您是怎么做到的 从那么牢高的地方 直接跳下来 还没有挽到脚 而且那么迅速地就将我擒住了 您藏的地方也好 太隐蔽了 那么长时间 那么老多的侍卫 那么多的高僧 居然没有人将您发现 您是不是会穿墙数啊 您话太多了 你叫什么名字 在少林寺学艺几年了 我 没在少林寺学过艺 我只不过是一个 来自扬州的穷苦家的孤儿 后来我就被他们掳到宫里 去做了小太监 我的称号 叫做小桂子 小桂子 你是杀死敖拜的那个小太监 朕你也知道 敖拜是满洲第一勇士 你能杀得了敖拜 您看 我从您的语气里 我就听出您不太相信 其实我自己都不太相信 我能把他给杀了 当天我擒住他的时候啊 其实是使了下三滥的手段 那我杀了他呢 那更是巧合了 至于这来龙去脉是怎么回事呢 朕就说来话长了 具体从哪儿说呢 这儿 这儿 那天啊 我和杀 你话太多了 你为什么要去讨好 清廷皇帝 舍命去保护他 因为 我跟他是朋友啊 你怎么会和清廷皇帝是朋友 我本来跟他不是朋友 我本来跟他是不共戴天的仇人 可是 可是后来我听他说 他说要永不家父 爱惜百姓 今后要对天底下的老百姓好 所以 他在我心目中的形象 一下 就有一个大转弯 于是后 我就跟他成为了朋友 他说过要永不家父 爱惜百姓 可不嘛 他说了 不止几百遍了 而且他还说 当年清廷皇帝入关 杀死了那么多的百姓 那是大大的罪孽 所以这一次他才来武台山烧香拜佛的 师太 您要知道 这皇帝 可万万杀不得 为什么呢 因为如果把他给杀了 那谁来做皇帝 那只能是宫里的那个老太后老女人 做女皇帝了 那个老太后 可了不得 当年夸下海口 是要把天底下所有的汉人全都杀光 您想想 您是想让一个老太后去当女皇帝 还是想让现代的小皇帝当一个好皇帝呢 你走吧 给你些盘缠 回扬州去吧 谢谢 谢谢 谢谢您啊 师太 我要是走了 您去哪儿 去北京 那我得看着您 不是 那我可得看护着您 从这里到京城的路途太遥远了 您瞧 您虽然是武功高强 可是 肯定还是有一些不变的 您缺一个岸前马后 为您端茶倒水的人 而我 就是那个绝好的不二人选 为什么呢 因为我伺候人 太有经验了 我还会捏捏 这个捏捏在我们扬州 那可是祖传的绝技 我这时候可是头牌追准 这一路上 您要是累了 我就给您捏捏 您渴了我就给您倒茶 您饿了我就给您找神 你话太多了 走吧 善哉 善哉